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新闻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内容 首先我们看到香港47人案中 有两位被告在国安法下首次脱罪 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而在美国 两只大熊猫即将回到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 这不仅让人们期待 也象征着中美关系的一次友好互动 与此同时 拜登和贺锦丽在费城发起了一项 全国性的非裔选民动员活动 旨在争取更多非裔选民的支持 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做准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天津滨海新区的烂尾楼问题 这个项目已经闲置了十年 成为了一个无人管理的僵尸远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的养老金系统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据估计将在2035年耗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许光汉在电影《八戒》中的感人表现 他在配音时想到自己105岁的外婆 令他感触颇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后我们来看看国际皮滑艇联合会 在杭州设立的代表处正式揭牌 这标志着杭州成为了亚洲地区皮滑艇运动的中心 与此同时 前总统特朗普的封口费案陪审团在第一天的审议中 尚未做出裁决 而维恩斯坦可能面临更多的信行为不端指控 这些都成为了今天的重要新闻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香港高等法院周四5月30月裁决47人案 16名不认罪的被告中仅2人获判无罪 其余14人皆被判创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程 最高可处终身监禁 获判无罪的刘伟聪和李宇信在法院外呼吁关注其他被告 刘伟聪表示判词才是焦点 裁决后律政司有意上诉 刘伟聪与李宇信暂不评论案件 法官接纳刘伟聪未提倡五大诉求 即未签署声明的说法 也认为李宇信会参与初选协调会 其余14名被告包括梁国雄林卓廷等人均被判有罪 社民联成员在法院外请愿被警方阻挡 此案顶起国际关注 欧盟美国等国使馆代表到场旁听 人权组织批评香港国安法被用来打压意见 乔报 5月29日 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宣布 两只大熊猫将于年底前抵达 结束去年底三只大熊猫回中国后无熊猫的状况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视频中宣布这一消息 称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两只大熊猫分别是雄性宝丽和雌性宝沃塔卡拉 宝丽的妈妈宝宝也曾在国家动物园出生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表示 大熊猫是中美友谊的象征 七一轮合作将聚焦大熊猫重大疾病防治等 美中研究和繁育协议将持续到2034年4月 规定在动物园出生的幼崽将在四岁时返回中国 谢峰引诱康夫哥马内果台词呼吁中美应做伙伴 共同努力开创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乔报5月29日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费城 发起全国性非议选民动员活动 名为非议选民支持拜登贺锦丽 最近民调显示非议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下降 拜登在吉拉德学院发表简话强调信守承诺的重要性 贺锦丽介绍拜登政府在医疗保健学生贷款等方面的优先事项 拜登表示非议选民将在2024年再次帮助他击败特朗普 拜登竞选团队称这项活动将投入八位数资金 加强对非议选民的宣传和选民教育 保护选票不受硬碗企业攻击 拜登还访问了费城一家非议业主的小企业 与当地企业主会面讨论增加非议财富的承诺 乔报网讯国际批滑艇联合会杭州代表处 29日在杭州正式接牌 成为国际联合会在亚洲的首个分支机构 该代表处将致力于在亚洲地区推广和发展批滑艇运动 填补了杭州乃至浙江国际体育组织总部设立的控板 国际批滑艇联合会主席托马斯 托马斯科列茨克表示 杭州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水上运动设置 成为了亚洲地区皮滑艇运动的中心 杭州亚日会的成功举办和当地体育建而在国际赛事中的优异表现 为杭州提供了成为国际皮滑艇联合会亚洲总部的坚实基础 今年10月13日 世界顶级自主自办品牌赛事 国际皮滑艇联合会杭州超级杯将在浙江杭州复阳水上运动中心正式开赛 届时将汇聚世界级高水平运动员并纳入中国特色的龙州赛 乔报网讯前总统特朗土封口费案的陪审团 周三29日结束了第一天的闭门审议 他未作出裁决 特朗土被控伪造商业文件 以掩盖2016年总统大选前 支付给色情离星斯托米·丹尼尔斯的13万美元封口费 特朗土拒不认罪并否认与丹尼尔斯有染 当天晚节时候 陪审员向法官梅尔上索要二名证人的证词记录 其中包括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 和国家卫寻报前出版人大卫·佩克 科恩作证称 特朗普知道这笔贿赂款必试图掩盖它 而佩克则试图隐藏可能有损特朗普总统候选人资格的事情 陪审团的任何裁决都需全体同意 否则法官将宣布审判无效 特朗普在法庭外称整个审判是对他的政治打击 意图虚弱他参与大选的竞争力 乔报网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周三29月对法官表示 他们正在评估针对哈维·维恩斯坦的更多性行为不端指控 并可能在原定的强奸和性侵指控处审前提出新的起诉 助理地区检察官尼克尔·布隆伯格称 并有人提出对维恩斯坦的性侵指控 检察官目前正在评估哪些指控在法律诉讼实交范围之内 布隆伯格表示一些潜在幸存者在首次审判时未准备好站出来 现在可能愿意出庭作证 维恩斯坦的律师亚瑟·巴腾外表示 维恩斯坦接信不会有更多原告出现 并支持检方指控 维恩斯坦自2020年定罪被推翻以来 一直坐稳已出庭 律师称他在狱中饱受医疗问题困扰 法官科利斯法博上周以致信检察官 提醒维恩斯坦的律师在重审前 不要在公开场合讨论或贬低潜在证人 维恩斯坦目前在纽约市的赖克斯岛监狱服刑 东方日报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下降化工馆财务流中心项目 自2011年8月启动以来至今仍未完工成为一片荒废的烂尾楼群 原计划投资13亿元人民地 建成一个集采购仓储和交易结算为一体的现代物流集散基地 然而项目的开发商天津下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陷财务困境 土地被查封 进入破产清算阶段许多商铺投资者被列为债权人 强烈反对仅以债权员身份处理锁购房产 项目开发商归咎于政府扶持政策未能兑现 金融机构和合作伙伴态度谨慎 导致资金链断裂 随着施工单位停工 注册商户纷纷撤离 项目陷入僵局 中央社中国经济下滑对养老金系统造成巨大压力 预计未来10年将有3亿人退休 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 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35年耗尽 58岁的中药销售员必早退休 他担心女儿的养老金问题 中国经济低迷削弱了人们为养老金缴费的能力 个人养老金账户实际缴存资金的人数只占约20% 专家认为加强养老金制度从长期来看会促进消费 但短期内效果有限 中国政府正探索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 但遭到强烈反对 中国央行前刑长周小川表示 延长退休年龄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即使实施也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来见效 中央社艺人许光汉在电影《八戒》《决战未来》中 为八戒配音剧中的祖孙秦让他感触深刻 他表示每次见到105岁的外婆都觉得他又老了一些 因为工作忙碌 许光汉近来在日本和韩国工作 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差异 日本观众泪脸不使用手机 而韩国观众则非常热情 用创意表达支持 许光汉分享了一位韩国粉丝的热情举动 我要把你的护照撕掉 让你留在这边 电影传递的精神是不当英雄 当第二名也没关系 许光汉认为这个理念很好 强调书得漂亮 他表示自己专注于诠释好每个作品 不会刻意保持初心 只专心在当下 中央社报导中国天津市滨海新区的 下降化工管材物流中心 耗资人民币13亿元 计划打造一个现代物流集散基地 然而这个项目自2011年动工以来 一直未能完工至今已成烂尾楼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滨海新区总工程师李勇坦言 该项目无人监管 且因无销售许可 不当宣传 擅自更改规划施工等问题 导致项目停摆 项目开发商煞翔公司表示 政府扶持政策未能落实 金融机构及合作单位持观望态度 至企业资金链断裂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主任 黄征学分析 政府调整规划 企业经营不善及市场环境改变 是导致园区烂尾的主因 尽管中国原国土资源部发布了 闲置土制办法 但由于执行标准不一 各地担心处置闲置土地 会增加企业资金压力 导致处理进展缓慢 中央社记者洪苏金报道 电影《环栏时候入选纽约亚洲营产》 成为台湾公共艺术史上第一部剧情长片 电影以台北万华环栏市场为背景 融合街头景象在地食材和宗庙文化 改编自真人故事呈现万华在地最真实的人生旷位 导演李鼎感性表示 这是万华环栏市场中被看见的荣耀 期待与世界分享台北的西城故事 电影集结新生代实力派演员宋百伟 夏腾红 初梦轩 王于平 融合必要爱恋与穿越元素 片中演员组成环栏四少 男主角夏腾红表示 环南时候是他心中的黄金时代 期待让大家看到台湾的美好时代 女主角王于平写了对这次入围的荣幸与感谢 经济日报报道 英国医学会BM宣布将于六月底 展开为期五天的罢工行动 距离大选投票日仅两天 保守党首相新伟诚至一工会行动 具政治动机 因政府与国民保健服务 与国民保健服务NHS行员达成建设性解决方案时 BM却在竞选期间呼吁罢工 新伟诚表示 初级医生虽已获加薪议程的协议 但未能找到解决方案 政府准备继续谈判 BM反驳称 新伟诚本人在一周前宣布提前大选 决定了这次罢工的时间 李声称已给予政府提出可信提议的最后机会 工党引资卫生大臣施特里特丁 形容这是保守党政府的巨大失败 承诺如工党上台将愿意薪资进行谈判 但无法统一加薪35%的要求 经济日报报道指出 彭博消息称由于今年人民币市场购汇压力显著升温 中国外汇监管部门自4月起 开始通过口头指导沿海地区企业 推迟或减少大额购汇 一些企业被设定了单位时间内的购汇额度 部分海外上市企业在地方监管号召下 减少在境内分红购汇 国家外汇管理局回应称 投资企业的真实合规利润及分红资金汇出 可以凭真实性证明材料直接到银行办理 外汇局保持政策连续性和一致性 确保真实合规的购付汇需求在政策上没有障碍 并将继续推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 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日报报道 港股七节日恒生指数半率跌224点 一期蒙哈森尼亚克国际日程 成交619.6亿元 尽管大事回调芯片股逆势造好中芯国际升于4% 但黄金股如紫金矿业则跌近6% 美股动态不断更新影响港股表现 恒指黑期跌约129点 一期蒙哈森桑比亚克哈七九一天 复兴医药聚报考虑私有化富洪汉林 国务人逐步取消新能源汽车购买限制 严控铜氧化铝等冶炼新产能 阿里影业季后逆势高开1%年度收入 按年升44% 期内扭亏为银赚2.8亿元人民币 经济日报报道中国驻美大使 谢峰在中美地方气候行动高级别活动 开幕式上强调 中国新能源产品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不可忽视 抹黑中国绿色产品产能过剩 是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 他指出中美气候合作离不开中美关系的大环境 合作才能共赢 民和必然双输 中国大力发展可在生能源全球封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大幅降低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行动满 重信手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谢峰呼吁双方加强政策对话 信息交流实践分享和项目合作 推动气候合作务实化具体化 反对设置绿色贸易壁垒 将气候议题政治化工具化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洗击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